小廖啊 我怎么会不记得 你最近怎么样 我挺好的 许总 我记得你当时说走就走了 也不知道你忙什么呢 我 我也没忙什么 就是生了一孩子 生了一孩子 那小廖恭喜你啊 许总 也要恭喜你 孩子挺可爱呀 像我 你这当时干嘛不和我说呀 爱你呗 想把孩子留下来 知道你结婚了 说了孩子就留不住了 那你现在干嘛和我说呀 这些年我带着孩子折腾了不少事 也没赚到什么钱 想着金宝要上小学了 总得给他一个好的未来吧 理解 这样吧 你带孩子去做个亲子鉴定 如果孩子确定是我的 我把他户口挂在我们家 我家附近的小学还不错 那 那我养他这六年 咱们怎么算呀 六年 每个月算个五千 粗个枕三十万 不是 我说许总呀 这孩子也算是你亲生骨肉吧 您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亲爱的你 你也知道我家那情况 我钱都在我媳妇那儿 你要说再多了 我还真拿不出来 看在咱俩真爱过分上 差不多行呢 好 这样吧 一月一万 你看行吗 别那么无情嘛 你看你也说了 你平时把孩子放在老家 让你父母帮忙带 那消费水平能有一万 就算我把它放在老家给我父母带 那我们也是各种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各种新衣服招呼着 你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 这样吧 我明天去你公司说 行行行行 一万就一万 不就七十万吗 七十二万 行七十二七十二 你真的打算把金宝给许杨 对啊 两杯嘛 请你请来 你跟他一起生活了六年 你一个当妈妈的 难道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也不是没感情吧 毕竟我怀了十个月生出来 可是你看我现在 我连自己都养不活 我怎么照顾他呀 把孩子给许杨 也许对金宝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了 你第一段婚姻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个孩子啊 叫欣欣呢 那她现在怎么样 孩子出生之后 就给欣欣她爸了 当时作为赔偿 给了我一百个 我当时觉得一百个 真不算少 现在想来也不多 欣欣她爹 可比许杨有钱多了 我生的还是个男孩 我当时应该再多要点 那你这不就是卖孩子了吗 行子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是这种人 我哪种人 如一算盘打得太漂亮了 你生了孩子 男人要带走给你一笔钱 男人不带走给你抚养费 成了你的长期饭票 怎么你都不亏 没错 我就是这种人 可是他们男人快活之后 就可以不负责任了吗 他们凭什么呀 我一不偷二不抢 我靠男人生活我犯法吗 我生孩子犯法吗 我带孩子去找他们的亲生父亲 这也犯法 我算是活明白了 人生短短几十年 怎么活不是活呀 不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我这有错吗 那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 朱思 你不要以为 你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你不靠男人 就可以站在道德的中心里 把制高点去指责别人 算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她就跟我说她是你朋友 非要找你过来 好 还生气呢 昨天的事是我不对 这 我买的礼物 限量款的 金宝 来 我今天来啊 就是带金宝做亲子鉴定的 金宝 快叫姐姐好 姐姐好 谢谢姐姐 哎 哎 我这 我这不是怕孩子她爹 看不起我们吗 许王来了吗 她说她差不多太快到了 这边请 你叫金宝吗 你好啊 没事儿 他是爸爸 我跟你说过的 对吧 不要紧张 来 快叫爸爸 和我小时候一样 认身 别怕吧 怕呀 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呀 炸鸡啊 那你发生蛋了 你给我出去经营吃炸鸡好不好 我在想 也许秦子说得没错 与其跟着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老妈 还不如跟着她爸爸呢 许王 你是来逗鉴定还是逗孩子的 我还有事儿呢 能不能快点 这是这是我姐 也想过来看看孩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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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学 你发生谁先来 我先来吧 叔叔 疼吗 一点都不疼 就像小蚊子 轻轻盯着你一下 许阳 你倒是快点啊 没时间了 那走吧 走吧 来 她姐好凶啊 可不是 催债呢这是 你要有事你别来呀 对 这是是是 那她什么时候动起 行 那我知道我尽快啊 好嘞 拜拜 哈你 人家说得来得及 别生气啊 来 你干嘛呢 没事 你个有事儿 你去帮我试一趟 我跟你说一事儿 你多说啊 你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给你接下来 我去心想起来 就不说了 那些小蚊子 你也会论下来 你125 你多说你们 但愿这个爸爸不错吧 什么意思 坏了也坏 你说 许阳的姐姐 真是她姐姐吗 对啊 被你这么一说 我这么一细琢磨 好像真有点奇怪啊 行 我回头去查一查 我倒也不是因为别的 我就是担心孩子 你说她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父母 现在突然被送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要有人欺负她怎么办 我说得不对吗 对 你说得对 那你看我干吗 脸上有东西啊 又是什么呀 有点好看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我还认真 主任 上 哪 哎 你说姐 这个乐器想不要按主任让你切个字 啊 好 哎呀 哈哈 无衬 无衬 我不哭 那我先走了 嗯 你先出去吧 哎呀 慢一 张希达 你也先出去吧 好嘞 师傅 文叔姐戴了个项链 她最近病患还挺大的 以前从来不戴这种东西 是吗 我没注意过 我以为你发现了呢 跟你那条一模一样 她这么有品位呢 吸过了啊 张希达 我的直觉可是很准的 你该不会是和霓叔姐好了吧 你觉得呢 也不行 为什么 怎么说呢 如果你有尾巴的话 那看到霓叔姐肯定是一直在摇 她嘛 我看表情 属于禁于心里瓜 让你说的悬我 那你说 我跟她为什么 会戴一对的这种项链 这也不奇怪啊 我跟廖晴姐有痛快 那说是的也是你 说不是的也是你 你这直觉啊 准 嗯 行了 你慢慢想吧 慢慢猜吧 我走了 干嘛去啊 我去探一探那个许杨的老底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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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